各位聖誕朋友大家好 這是我們富豪區實體的房地產 觀摩的第一站 我們來到園林寺 等一下就會帶大家來看一下 屬於彰化非常熱鬧的風景 還有這邊的房地產發展現況 一開始我們先來跟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主要組織的成員 我是富豪區的中區領事 大部分人都叫我大頭 大家好我是富豪區中區領事 我叫林林 大家好我是呂靖 今天就由我們團隊來跟大家 分享我們今天的園林之行 來那我們這邊有兩張地圖 一張是園林寺的地圖 那這張是比較園園比較大的 可以看到整個園林寺的街道 跟他的大支站的樓圈 那這邊有一張比較細膩的 就是美食地圖 你給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我來叫做美食地圖 反正好已經拿出來了 大家就看一下 這個就是園林寺區 那由我們在地的儀式 大法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目前在火車站附近的 可能以園林寺來講 以火車站為中心 舊有的商區是以光明街 這一條為出發 整個是一開始最早期開發的 服裝店啊小吃店啊 從這邊開始開發 到附近整個圈 這整個圈內是舊有的市區開發 然後第二個開發的地點是在 這幾年建立起來的園林基督教 醫院附近形成的一個賞圈 然後外圍有一個園林大道 外圍是一個重劃區 因為有184公頃 我們稱為一巴士重劃區 一巴士重劃區有很多的 台中的建廠還有高雄建廠所 過來構地以及建構性的大樓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會帶大家 市區走一走啊 來參觀一下園林市區比較熱鬧的地方 來這邊找一下這個市區裡面 一下有沒有比較新的建案 可以去參觀 來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呢我們就會去找找看 附近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然後來品嘗一下在這邊的美食 下午呢我們會到這個園林基督教醫院 在附近看一下這邊比較新的這個區域 看一下這邊的發展現況 以及現在這附近的建案價格等等 最後呢我們會還這個園林大道 來分享一下新的重劃區 好然後看一下這附近有什麼樣的建範 以及什麼樣的檢測 然後到時候會再找當地的這個 台下公司或是房東公司 來幫大家做介紹 好不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出發囉 早期我們在逛街的地方 叫光明街 對然後我們就從這裡走 好 出發囉 他從下午就開始熱鬧 如果是假日的話 中下午開始 這時候平日比較沒有人 然後我們買一些西裝啊 或者是女生的衣服 還有手錶 包包都是這條件 這裡是中正路 跟光明街交接路口 那這裡是我們早期 銀市跟金市還有鑽石買 買賣的地方 這邊有一些很可愛的小店 在走路的時候看到的 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店 可以給他拍一拍 基本上沒有 不過你看像以這樣子的規劃來講 這邊完全沒辦法停車 對沒錯 那要去銀行辦事是不是 十分困難啊 所以在市區內真的 沒有什麼困難 我們來這邊 有用我們的中正路過來接的 就是第一個市場 就是第一市場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是不是園林第一市場 那應該是一個早上非常熱鬧的地方 這邊車槽應該也是蠻大量的 車槽蠻大量 然後早上大概這裡 五六點就會很多人 來這裡買菜 買肉 買魚 所以這邊離我們剛走過去的車站 或是商圈 其實距離都是蠻近的 對 距離並不遠 對 電視就是因為不大 然後商圈是算蠻密集的地方 好啦 那我們實地走過去看看吧 這裡有很多早期的 開的店 大概三四十年的店 有米糕啊 有麵線啊 有 我們園林的特色 拉米 還有 花柜 喔這個市場確實蠻大的 我們從市場穿越出來 然後還走了一小部分而已 那我們就去往旁邊看看吧 等一下其實可以訪問一些路人 或是店家 對 他們對於這邊的房地產的看法 當然 稍微聊一下 就是說我們 我們就是錄一個房地產的節目嘛 對於這附近的房地產了不了解 然後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個看法 像我們以這個車站附近 就是這邊這個商圈來講 這十幾年還是一直在成長嗎 還是維持大概就是 當年還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喔 算是成長 房地產成長蠻多的 這樣蠻多的 對因為它外環的那個地還蠻廣的 可能這段時間吧 它好像還有一個 開一個類似健身中心這樣的地方 在這邊 也是在我們園 這附近 那你看到 我看這邊居住家人這麼多對不對 那可是這邊房子數量是不夠的啊 那大多數人的居住環境都在什麼地方 外圍嗎還是 都有啊 其實住的房子這邊還算不錯 而且它生活很方便 就是你要吃的小吃很多 不會餓到這樣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這邊晃一圈 確實是去蠻熱鬧的 而且像我們園領 它這邊的像素食店 很多喔 而且都是量子大 就是可以讓你吃很飽很飽 你說所有的素食店是 沒有肉的那種素食 對 就是素食啊 現在很流行的素食店 還有像麵店 就是小小的一間麵店 就是裡面滿滿的人 都是要排隊的這樣子 就其實沒什麼 但是就都 大家生意都還不錯 所以這邊都是以在地客為主 不是以觀光為主 不會欸 如果說像我們這條路啊 國外路這邊 它以前的人都說這邊是紅牙圈 然後就會有麵啊 像什麼 吃很多外地人會回來吃 或者是 你是去一個地方去住的 但是可能就是 比如說季徒啊 過年就會回來這個地方 一定要吃到那種 了解 那如果妳這邊來講有什麼 妳覺得最有 最有值得推薦給我們外地的朋友 對啊 夢幻三家 你可以查夢幻三家 是吃什麼的 排骨飯 排骨飯 或者是滷肉飯 對啊 乳肉髒啊 那一種的人 還有 米糕 蟹米糕 都在這裡煮出來 蠻多的 等一下你們繞一下 就知道今天吃的很多 了解 好感謝妳 那我們再去走一走 好謝謝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中午的用餐時間啊 我們在彰化市區也晃了這個早上啊 現在呢 我們來到當地一個很著名的小吃喔 那我請大頭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們當地園林市 呃 住民的小吃 就是從早到賣到晚上都有 你可以當早餐吃 像我個人都喜歡當早餐吃 這是園林的拉仔麵 拉米 好 我們會配我們像附近的 烏昌粿 油蔥糕 跟它的小菜 豬肉 還有油豆 那這個拉仔麵是 園林人都知道 只要看到拉仔麵的話 就會想到園林 這個麵呢有一點特色就是 它麵是用豬油去拌的 所以它是黃麵 加上油蔥跟菇材 就是韭菜 去沖它的香味 搭配一口麵一口肉的感覺 那口感是很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享用了喔 開動了 開動了 請動手了 你們會搭嗎 可以用搭起來 可以用搭起來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 彰化國站的後站 園林基督教醫院的這個總化區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 駐商不動產的園林新鎮佳弘店 那我們今天來拜訪的是這個 施店長 跟著他佳弘 對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請施店長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園林市區 關於後站這邊的一個新鎮區的發展 然後還是嚴格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 施店長 好 那我們這區的話其實應該說 從靜修路以北 雙斌路以南 然後菊光路以東 到古昌以西 那我們來的那一年其實 103年 這邊還當王 全部當王宮 然後基督教也在幹 基督教是104年7月18開幕 那其實在他開幕之前 我們這區其實還算是 還能起來 可是沒有上車 現在上車是慢慢在行程 可是這個預計的話 時間可能要拖到10年以上 對 那這區的話 比較特別的是對面那個停車廠 94年 然後上一手買的是16萬 那104年 我實價登入 這個位置 對37萬 所以有1300多點 那這邊是從基督教醫院來之後開始 比較發展 比較開始這樣子 那這個二期呢 預計什麼時候王宮 二期的話是有 聽說今年會動工 但是王宮不確定 時間不確定 對對對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你說這個醫院 它大概有多少的病床數 病床數是150床 150床 我們所知道的基督教 一個月的大概 收入大概會有到2億多 這麼精準 因為它裡面的一些醫療細材 都是我們全站化線 最好會等級的 最等級的 所以說很多根本就是前站的人 就會往這邊去救醫這樣子 第一 園嶺比較特別 因為是因為被這個 普新大村 還有社頭湧進包庫 所以是幾乎這些鄉鎮 都會進來這邊消費 我都會在這裡 對 所以園嶺雖然 戶籍的登記數是12萬米 那其實白天在這邊 留到人口超過40萬 這樣以這個人出來看 這邊應該是一窗難求 差不多 應該是非常 在這邊看醫生的 其實都要跟彰化基督教醫院 兩邊跑 醫生跟患者 都是兩邊跑 所以它們同一個體系 對 那這個二期蓋起來 就是補足它這邊的不足 對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 這個總化局 你剛剛講說 這個是置辦重化 對 那是哪一邊先開始 它就是剛剛我講的這個區域 我一起來去 同時一起做 對 那現在目前這邊 都是已經完工的房子嗎 對 已經全部都新建完整 對 那這邊大概都是什麼樣的 概法 全部都是透貼 一期的話 是外面有58戶的那個邊面 裡面有41戶的住家 社區型 這裡有個社區 對 所以它全部都是透貼起來 對 只是分 二期有大老 二期有大老 對 二期的大老大最北邊 就只有這一道而已 對 那其實戶數不多耶 這個看起來是52戶 那其實你看這邊 這期這戶數耶 這個 通貼的是84戶 84戶 那這邊99戶 那目前是同一個建商在開發 對 同一個建商 那可以大概讓我們了解一下 這附近的這個銷售行情 行情嗎 如果是以禁修戶來講的話 你現在最近的大概是兩年前 有成交的是 2600 那它的坪數大概多少 坪數都 1坪大概24坪 建民6坪 6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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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2600萬主要是因為它電力的效應 對 其實這邊本來說是 遠點比較長走的路 長走路 對 因為這裡以前都是公開鋼琴的 所以這邊以前是公地式的 對 那 那 那假設以這邊這些巷道內的話 或是 所以基準室第一百的話 這邊大概都是2200 2200 對有成交的 那在新生路這裡呢 這一帶呢 新生路的目前 有開出原來的是2680 那其實跟這邊也差不多多少 對啊 主要這一區其實 應該跟鐵路高架也有影響 喔 鐵路高架是高環工嗎 103年 11月環工 然後 104年這些地下高材田表 所以這也是完工之後 這一區才開始做 那假設以純住家來講 純住家裡面 這裡面其實 因為外面是四樓半 裡面是三樓半 所以其實裡面還蠻安靜的 那住家的話成交大概 目前的話大概1300多 然後 健平50多 健平50多 50多 其實算是比較便宜進來的 在這個位置 那這一區呢 這一區會價格比較好嗎 這一區的話它成交價有到 1650到1850多 那反而這一區比較好 這一區是因為 一期已經起來了 一期已經進來 一期進來 一期進來 那這邊要等二期的院區 價格比較平常 那假設以像這個 比較稀有的電競大樓 電競大樓 現在已經成交到 二十二萬五一頂了 這麼高喔 它的屋齡是多久 102年完工的 102年 七年前 七年前 七年前二十二萬 那也算是價格還不錯耶 嗯 已經快翻倍 他們當初最早的時候 大概是13萬左右 喔喔 其實這個區域成長其實也不錯 那我們在這邊做房子仔 你看 你大概是以這樣例如來看 我們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對 那像你們這邊比較熱路的區域 是只有這一塊嗎 還是這附近你們全部都在做 現在主要原因的發展 還是因為它有重化區184甲 嗯哼 那它是整個包庫原子 對 對啊 它是環狀的 它是台灣唯一一個環狀的重化區 那像這個184重化區 你們目前還在經營嗎 有啊 有啊 那它的產品是 就是土地 以土地為主 對 成屋不多嗎 成屋很多 成屋很多 對 大概大樓已經有超過二十棟 喔超過二十棟的成屋 對 那這邊銷售狀好嗎 嗯 嗯 好的很好 不好的就 好 是因為方位還是會平排 我覺得地段 地段 因為是圓的所以差異 還遠嗎 那那 你說的這個外環是 這個綠色這一圈嗎 不是 是圓林大高 對 圓林大高這一圈嗎 我們現在在這邊 對 然後它就有分 十個單元 那我們也比較專業的角度來看 像這個年大高這一圈裡面 你覺得哪個 偏哪個位置的發展性 應該成績最好 各有各個不同的發展 我們以小愛段來講的話 這一邊是所謂的 人家說名人像 很多上次上過的老闆住這邊 所以小愛段這邊是純度宅區 又剛有一個圓林園 圓林園是 海恩姐也才會開幕的 然後它就算一個 北圓林的一個運動中心 哦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它的成績 每瓶單價大概 二十六萬到二十八都有 那比這邊還貴 對 就是小愛段 比較特殊的地方 這邊都是有錢的門 那如果以 三合三條這邊的話 這邊都比較純 也是純度價 但是 比較 中階級的好了 中階級的 對 那這邊當然 來到這邊 這邊是剛好這個 圓林的 國民運動中心 現在目前是它興建 這個應該是基金 也有一個問題 然後這一個區塊的話 就 又離法院聯義基金的旁邊 對 那現在基檢署也會下去動工 所以 這一區的話 就住宅的比較少一點 然後再過來 扣扣扣扣區的話 也比較特別 這一區的話 是因為有個 黃曹鼎 然後它離七六很近 那這一區的話 這一區的話 這一區的話 成交行情也交在 24以上 因為今年有成交就24萬 這裡是因為離七六很近 所以交通很方便 然後又剛好一邊往社頭 一邊是往永見 所以這邊普行 有一過來這邊消費 大輪發就是 就是所謂圓領的擋扣公司 對不對 大輪發就會在這個區塊 哦 那這區的生活區也蠻方便的 對 那這邊 這邊屬於土星的 那這邊是瓦窯段的這邊 這邊也是目前比較少間 那這台就是土星段這塊 這塊就是因為原國音樂 該在這邊 然後這邊又有三個學校 所以會變成說我們當初在這區 原因是因為這裡離學校近 然後五分鐘就到了市場 這邊過去就是滑田市場 然後五分鐘就到了市場 所以這一區塊的話 這一區塊呢 很多大村過來的 嗯 對啊 這邊有個果菜市場是會壟斷的 那目前大樓都指動在這邊 以104年來講 一樣這個建商在這邊 有蓋一棟紅棉 據說是七天都可憐 一百就七天可以 那現在對面有一間 一棟紅棺是148戶 那這過來如果有一個魚醬 魚醬的話是200多戶 哇那多大案 對 幾乎就是 整個環狀的 台發應該說 每個人喜歡的環境不一樣 那如果是西邊的 這邊 這邊是因為有一條那個新的 圓潭路 去年來當車 那是通常七六 所以因為以前都是集中在這邊 所以這邊都有塞車 那之後去年 那邊沖了以後 當然就可以 關節那個 累人裡面 就不會塞在高鐵裡 喔 喔 那大樓發那邊以前 以前是主要幹刀對不對 對對對 欸那像這邊如果要去高鐵的話 走啊 要去高鐵的話 說往田中方向的話 其實是往中山路也可以啦 原則上 我們對面就有個轉運帳 那邊就有 可以搭到高鐵的 這種車 哇 那是接駁車 對對對 了解 所以你說 你剛剛講說 你說這邊 平常活動的人數 從四面八方往四學進去 這裡面有兩個大學 原理有兩個大學 原理有兩個大學 如果在尾的話 一過到外面這邊 就有建大輪胎 富強輪胎 然後北原理 然後這邊就有花工跟振興 喔 對 所以這個都是大型輪胎的東西 所以全部都集中在這一代 對 所以之前我們剛來原理很多人 就說他原理有些人很多 確實很多啊 但是包含這些大村 五星 五進 對 他們都進來這邊 消費跟存錢 對 我運過最遠是入港 入港的阿伯 他是騎野洋 我們來這邊存錢 好 為甚麼 知道耶 那時候我們去拜訪他 是因為他在原理有買塊地 在復興段有塊存化地 他們問他當初為什麼會來買 他就說他就朋友修一個來被 他騎了 然後習慣存在原理 對 這邊外來的投資各會多嗎 多 那是英打邊為主 台中 台中 台中佔大多數 對 那其他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是那臨近的鄉鎮 最遠大概西湖跟北斗 我就過來投資 對阿好像中部的客戶 好像是台中會有什麼 帳號買 帳號往台中買 現在一直交信 對 因為像我們租商體系 其實我們 平常都有在運動 所以我們跟七奇店的 店都哪個投入過 他們的客戶都在補貨店 我們都跟他們那邊 然後七奇大概一半以上 都是帳號四更 是有買的 這是什麼原因啊 是有什麼原理嗎 譬如說可能這些 上次商務員老闆 大概啦我們認識的 二代的店都在那邊都有買 他們只是假日去做 嗯嗯嗯 那台中人過來買的原因是什麼 嗯 台中人也是投資啊 像我們這一群也有台中人 對啊 所以價位上還是比台中便宜 對對對相對便宜 像這間居城市之前開8500出來賣 成交是成交7500 第一手是台中人 第二手就是西湖人 所以其實外面這些村鎮 很多人還是我們這邊西中這樣子 對 了解了解 那我們這邊有沒有 現在的房子可以帶我們去參觀一下 這邊的社區一下 空房嗎 對空房啊 我們大概就是了解一下 這邊的環境 讓這些朋友看一下 這邊包括街景啊 或是建築風貌啊 我們挑一間全空的 讓大家看一下 沒改過格局的比較好 沒問題沒問題 但是有改過的 應該沒改過就好了 啊是現場在賣的嗎 對啊 現場賣的因為有出租啊 哦 對對對 當然是空的啦 全空的就可以了 就這一代我們去 全空的但他沒有要賣隨便宜 也不久啊 跟他單單的介紹 對啊可以啊 介紹這個區域 好吧 那我們就去走一走 住家跟廚房嗎 這邊應該是客廳啊 餐廳 餐廳 客廳餐廳 客廳餐廳 客廳餐廳的 所以說一下來講應該是還可以 廁所也都透光了 我們來到透天 一般就是 主二樓層 這邊 我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採光 確實非常不錯 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暗直面 排風路的方向 這確實蠻明亮的 全空都蠻明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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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另外這一間 也是可以看到採光 現在正五嘛 正中五 可是這個採光不會太熱 對不會太熱 基本上 算每個房間都照得到 這個廁所有沒有開窗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這個沒改過 這個有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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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大廁所 通到底 所以他希望房間大一點 把它隔掉 他原本的廁所到底 超級大廁所 到到底 享受一個 享受一個 有廁所很大很大的感覺 越來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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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點好嗎 我們到 四樓 這屋領幾年了 七年 七年啊 這應該是一個神明廳 這也是神明廳 這也是神明廳 這個神明廳 神明廳 好 好 頂樓陽台共用 這個就是醫院的 欸 是共用嗎 他醫院上面可以 頂樓陽台是共用的 不是不是 這似乎他們是家人 噢 所以當時也是改好的 對阿 他們自己改好的 對阿 他們自己改好的 認性的埋法 認性的埋法 硬要切開 對啊 同一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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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 中間比較矮的 三層樓的 對 那看來是要買外面 可能比較好一點 外面就是做生意 對 外面比較厲害 像這樣子的產品 在這個市中心 只要兩千多萬 就可以買得到了 好 參觀過有權人的 買法了吧 打通的 原來你打算是 80多元現金 這 這麼任性的買法 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任性的屋頂 買四間店面 下來把屋頂打通 四間店面的屋頂打通 人家都打通四個偷貼 他打通四個店面 這麼任性的做法 那 感謝你講 今天撥空跟我們 聊了這麼多 謝謝 謝謝謝謝 順著我們的工作流程 我們就來到了 豆花店 每一個行程結束之後 吃一點東西 就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流程 所以這樣才能 讓我們整體的看護 更為順利 如果少了這些食物的話 這種旅遊 不是 這樣的分享 就會失去特色了 現在到了 工作完休息的時候 每一個工作的結束 都要補充一點能量 我們才有辦法 往下一個工作去前進 那 這一點點的點心 就是為了彌補 我們剛剛辛苦工作 一個補償 畢竟我們也是 爬了一個透天 上去看 又爬下來 這也是很辛苦 萬一沒有把它補充回來 售了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個 圓林很有名的甜點店 那我們 我們有三個產品 一個是巧克力冰 一個是他們的招牌 那個綜合仙草 那一個是玉圓豆花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吃掉 然後再去下一個景點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這個 Q嫩的仙草 等一下就要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好不好 那現在吃一口 非常好吃 可是這碗不是我的 這碗是別人的 等一下他就回來了 我們就 剛做沒看到這次 那我們又準備繼續吃了 跟大家說再見 謝謝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圓林外環道上面 一個很新的休閒建築 它叫圓林園 我們在地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 來跟我們推薦這邊 就是現在呢 他們號稱這個叫做 圓林的秋紅谷啊 等一下從我的影片可以看出來 它是一個剛蓋好的 一個非常不錯的休息地點 那中間有一個湖 它是所謂的蓄紅池 那當然平常在沒有這些 水的問題的情況下呢 它就是一個買好的 這個人工休息的景點 從這邊可以看到 我看到大概目測 可能就有上百人在附近 環潭啊 運動啊 在這個時間 那可能再早一點 或再晚一點 可能加起來更多 所以在圓林大道上面 也就是這個184重化區上面 那這一帶呢 這個北方這邊 其實算是一個 這邊當地房地產的鬧區 那我們沿路大概可以看到 可能不下速食場的建案 因為有一些建設公司 它都沒有之前跟我們談好 所以也不是很歡迎 就是說我們到現場去拍攝 所以呢 那就變成說我必須要等一下 用文字稿的方式呢 再跟大家講解 那我看到的這些價錢 還有現在的實況 那就目前看起來 這邊應該算是 就是圓林的一個房地產的一個熱區 那有很多建案都已經完銷了 那我們到實地的這個地方去走訪的時候 它的這個接待中心都已經拆掉了 那不過它的價格呢 跟市區比 就是圓林市中心比 那還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應該是 滿多外面鄉鎮的朋友 這個地方去遷徙 那給我的感覺就有點像 高雄幾年前 男子或是橋頭的這種感覺 就是它是一個重化區 那可能像男子可能 蓋了一個都會公園 然後幹了一些設施之後呢 那很多默默續續的 高雄的民眾 或是台南的民眾 就往南紫啊 甚至往橋頭去遷移 那這個這個地方 給我的感覺也是滿像的 那加上這個圓林大道偏北邊 它左邊所謂的這個圓埔路 這個三個米交道道路已經通車了 那右邊呢 又有一條線的道路 馬上就要動工 所以相較之下 這一塊的交通建設應該是更發達 那在南邊的情況下呢 已經從高速公路 另外又開了一條動線 直接可以接到所謂的彰化高鐵站 所以在彰化高鐵站 跟市區也好 跟連外道路也好 在這些交通建設 比較方便的情況下 那市區的這個人口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人口 比較擁捨的問題 慢慢可以從這個 184重化區的這附近的住宅去緩解 那這附近的住宅的價錢呢 目前看起來 也都還算是親民 所以如果圓林市區的一些人口 往外面遷徙 可是生活圈還是在內部的話 基本上它的商業不會凋零 而且外面的住宅空間 又可以替代 原本市區需要的停車位也好 還是居住空間也好 那我覺得這個城市的發展 算是在這種比較 早期新建的城市裡面 算是蠻有規劃的 不會說像台灣某些 以原型的城市來講 發展得這麼庸塞 然後人口問題 居住問題也無法解決 然後造成大災車 目前看起來 這個城市的規劃 跟計畫來講 都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好 那如果大家有空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實地來走訪看看 那我覺得這邊 不管是風景優美還是美食 應該都是可以讓大家 有一顆愉快的下午 那我們今天這個防災的部分呢 影片我們先介紹到這邊 哈囉富豪局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社團理事大頭 那從前面的影片得知 我們今天來到彰化縣園林市 園林它的救市區土地幾乎都蓋滿了 因此當地的政府就在外環道規劃一個 184公頃的都市計畫區 因此吸引在地的建商 以及外地的建商 過來蓋新的房子新的建案 我們今天會來介紹 其中幾間的建案的開價多少 以及成交價多少 以及單平價總共平均售價多少 好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間 好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間的新建案 那它叫做七碩四季灣 那它有一個網路上圖片找的 蠻漂亮的大廳跟游泳池的部分 它算蠻大型的建案 因為旁邊有很多綠色紙在 我們就不太介紹它的品牌了 我們首先來看這個棚面圖 那它一層大概有五戶 跟它另外一棟總共有兩棟 跟還有四戶的部分兩部電梯 那由於它的大戶型三房跟四房 都已經賣光了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就是它的兩房的部分 我們選一個六樓中間樓層 那它總共15樓 中間樓層 坪數是31.74坪 總權狀坪數 那它的一個機械地下四樓的停車位 上乘車位是4.4坪 開價的部分是684萬 那如果它要真正成交的話 就是含一個車位是684萬 這樣算下來 光房子的部分 每一坪大概是落在19.03萬 如果含一個機械車位的話 就是18.9萬的部分 大概18.9萬 這是其中一間比較大型的社區 我們再介紹另外一間 叫做和平大廈 它這個建商在這附近蓋了差不多 這是第四洞 蓋了蠻多間的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它的圖面 它這個也是兩房的部分 總共兩個房間一個客廳 好 然後一間衛浴 還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那我們來介紹它的價位 它也是中間樓層8樓 它總共也是15樓 每一坪總權雙坪數是24.57坪 它是平面車位 它沒有機械車位 它的平面車位是8.88坪 那開價它是開640萬 含一個平面車位 實際成交是586萬 含一個平面車位 那以單坪房子大概是 以房子部分不含車位 是19.78萬每一坪 那如果含一個平面車位 因為它平面車位蠻大的 含進去的話是17.52坪一坪 這是兩房的部分 那這是它給的 大概是每一期有的 前面要繳的定金 簽約金跟開工的時候 然後後面工程款的 要繳它的金額 它這個建案還有三房的 那三房的部分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也是選一個6樓 總權雙坪數33.85坪 地下一個平面車位 8.88坪 開架是814萬 實際成交733萬 都是含一個平面車位的 那以單坪房子來講 是18.7萬一坪 如果含車位的話 是17.15一坪 好 那它的格局也是一樣 一個 玄關 開放式的廚房 一個客廳 好 基本上空間比較沒有浪費 有一個工作陽台跟前陽台 好 房間的部分有三個 好 那衛浴就是 一個 跟 這邊 有一個主臥的部分 好 兩個衛浴 好 那這是它的 估價單 前面一樣定金10萬 然後前面後面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184公頃 大概新建案成交價的介紹